講到習武強身 不可以不提的就是 我市道頭村的梁偉才梁師傅 他不單止武功高強 還衣術高明 並且為慈善工作盡心盡力 人品武德都是相當之好 所以吸引了很多人向他拜師行禮 而其中亦有很多是外國人 而在春節期間 他的外國徒弟專門帶了一群徒孫 過來跟他拜年 一起去看看 今天我授予你清雲華大兴隊傳人 你要將中國的武術發展光大 昨晚正值元宵佳節 在清雲堂梁館龍仙武術團內 梁師傅正為清雲堂武術館第五代傳人 舉行授旗儀式 梁師傅這次授旗的八個弟子當中 有一個是來自外國的徒弟 他就是來自捷克的伊曼師傅 伊曼跟隨師傅學藝多年 事至今日才能夠真正被梁師傅 授予清雲堂武術館第五代傳人 這個時候他內心無比高興 伊曼跟隨梁師傅集舞多年 學友所成的他現在在智克 已經有了自己的武館 收了不少的徒弟 在當地也少有名氣 他希望不斷將中國的武術傳播開來 這次他專門帶了四個徒弟來到中國 想令到徒弟們真正認識一下 這位武術宗師 春節期間見到國外的徒弟專門過來跟自己拜年 梁師傅特別開心 他跟徒弟們一起武師拜年 齊賀新烈 希望他們將我們中國的武術發燃這麼大 敬好地成為我們的國寶 武術不是我梁偉翠的 武術不是任何人的 武術是百姓的 是我們全民的 是我們中國貴寶 作為一個中國人 英歸把中國貴寶發揚下去 梁偉才師傅一直都受大家敬重 因為他要求徒弟注重武德 他說仁義之師才會勝利 在這裡也祝梁師傅能夠健康長壽 同時也希望他的徒弟 可以將我們的中華武術發揚光大